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中国也研发原子弹和核导弹 当时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卫 用我们原来毛泽东毛主席去讲的话 有了核武器 我们就谁都不怕 我估计他们应该也是我们那时候那种想法 但是我想现在的国际社会变化的 现在不像原来那么紧张 不像原来 完全是没这个必要 再说了 如果说不管上有核武器也好 哪怕没有核武器也好 我想中国人是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去侵犯朝鲜的 不会允许 因为毕竟是我们的边境 我们也认为调整个人的 五十年代的地方 也认为为调整个人的 并且说那种既然是你们人的 完全是我们的 也认为不足 也认为我们的 很多东西 不足 所以我们的 有些人的 这种 要是我们的 还要是我们的 代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